就沙震王 我們是 MP魔幻力量 我們現在在台中的義中街 都已經到台中了 想到台中 我就想到義中街 想到義中街 你就想到什麼 吃東西 想到吃東西 你就想到什麼 我 我今天來推薦一個 這個巷弄的美食 對 義中街那麼大 那麼多好吃的 對 而且它在巷弄裡面 你其實平常人不會知道 你Google也Google不到 好啊 來 我Google一下 好 巷弄 你真的沒有 就巷弄 不要 你要講巷弄美食嘛 台中義中街巷弄美食 不要 我就Google不管用 你的腦子就是這個美食地圖 好不好 這次MP難得下台中 當然也要把握機會 讓吃火凱凱 帶大家去吃好吃的 來到義中街 無色了些藏身在巷弄間的美食 第一個就是餵在台中義中 門口的起司烤餅 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什麼推薦的口味 我們推薦 如果說鹹的話 我們的原味還滿多人買的 那甜的話是我們的血鏈 接下來還會推出那個 新的口味叫做小小冰跟老皮 老皮 他吃招牌 我吃小冰 我吃血鏈 因為我最近牙齒比較健康 所以這個牙克力做應該是什麼 招牌嗎 口感有點硬 吃火凱凱算你厲害 這個夠好笑 不過重點在起司烤餅 建頂現做長得像Pizza 卻不是Pizza的起司烤餅 到底是什麼口感呢 這女生一定超愛的 那你啊 快點 好可愛喔 我跟女朋友來光街吃這個 這看起來顏色 賣的最好的 對 你會給我女朋友啊 我們可以吃一下幻想一下 不行嗎 幻想一下你愛的感覺嘛 很差愛你 對 為什麼要介紹我當想起了 我覺得那個 餅皮應該滿薄的 滿薄的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 咬的酥脆感是有的 它那個起司 甜甜的 然後配到那個碗結的時候 我就混在一起 這個嚼勁很棒 敲爆的餅皮酥脆中 帶有Q彈口感 甜甜的麻糬 加上鹹鹹的起司 意外的match 另外除了招牌的明太子 起司原味 老闆還研發出許多特色口味 像是滿布香蕉巧克力的 小小兵 我自己也知道 所以你們這是第一次做出來 所以 浮光 浮光 他浮光了 從那也浮光 聰明王 坎西大概講什麼 它的起司量夠多厚多才 坎西 它很Q 而且剛才老闆說 它是因為那個餅皮是生的 所以它要連續烤兩遍 所以是很新鮮的 它不是冷凍的 這應該出了 應該搞不好可以打敗那個 雪鏈 對啊 烤皮 聽說這也是一個最新的口味 你看 上面有柴魚 然後有蔥 還有皮蛋 皮蛋 還有起司 皮蛋很壯心 真的 它不是兩個東西混合在一起 它是四個東西以上混合在一起 我覺得男生會想要吃這個 對 除了以卡通人物命名的新菜色 讓一匹搶著分食 就知道有一定的水準 三五好友一起穴 不怕吃過飽 分量不多也很適合 減肥重的人 接下來口有點渴了 那麼走過兩個彎 另一條巷子裡 可是有全台中第一 對 竟然有一個 這叫做非常流行的 這個手作飲料的投幣販賣機 所以你現在故意帶我們回來 聽說這個機台很轉 你看我們現在是 大概下午的時間 差不多 它晚上就沒了 它一天限量200瓶你知道嗎 所以賣完就不會再跑 對 從日本引進的機台 只吃硬幣不愛鈔票的 全台中第一台手作飲料 自動販賣機 以河童小樂軍為故事主角 而誕生的三款飲料 命名也相當有趣 因為堅持用最好的原料 慢火熬住 所以天限量200瓶 其中較有高山雲耳的神秘奶鹿 喝起來是什麼滋味 實在太讓人好奇了啦 喔對了 喝之前 可別忘了要搖一搖喔 我覺得它不會很甜 它非常不會很甜 但木耳在裡面吃起來感覺 好像果凍 等一下果凍都不會分開 它果凍完全跟那個奶茶 是什麼在一起 喝完會不會有那種 健康的感覺 養生 健康感覺是什麼 健康就是 你看它 健康感覺就是這樣 很健康 是不是 我等一下健康會 表現出來健康呢 健康啊 好開心 真麻利醬力 好 寶寶這樣 它牛奶超濃的 奶味很重 奶味很重 然後黑糖一般來說 一般會覺得很甜的 它不是 它是鹹 我不是鹹 淡淡的甜味 淡淡的黑糖味 同樣都是用牛奶和黑糖 作為基底 按照不同比例 調遮成的寶寶最愛 以及神秘奶露 濃郁卻不過甜的爽口感 會讓人忍不住 想一喝再喝 這個是這個外國人之戀 外國人比較大瓶 外國人的Size 對 外國人的Size 你看 外國人的Size喝起來 我來自外國 什麼膚色都看過 你們看過了 真的 有那種很濃郁的感覺 說不出來那種紅茶 濃郁不能 不能用過 不能用過了嗎 我喝一下你的感覺 茶的香味 它裡面那個伯爵茶 它是真的完全是 你喝起來就是有那種茶葉感很重 就是現泡的 對 現泡味道 因為它當天做的嘛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還滿好 然後很限量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來品嘗一下的話 一定要趁早 好不好 要愛要趁早 好喝又有趣的熟作飲料 嘗嘗一下就賣光 所以體貼的小樂君 竟然有多增加點數量 有時候下午點還會再補貨一次 晚來的人 還是可以去碰碰運氣 第三站一樣是巷弄的一個品質 這個是最巷弄的 超巷弄的 而且它的巷子口就是綜有百貨 很好找 對 很好找 而且這一箱CP值報告 你看連詩問候語都來 用日文了 謝謝 謝謝 從販賣機出來 越過幾個巷口左轉 往中有百貨的方向走 就可以看到雷丸的攤位 傳自日本以滿線的好味道 吸引不少顧客前來 只不過在吃之前 可是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然後常常我會被那個爆漿的薑 燙到 對 會有這個困到的 其實也是會 不過 不過我們的東西只要先讓它 你先咬第一口 它熱氣會散出來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燙到 不要一次吃太深入了 爆漿雷丸 然後它是有淋這個豬排醬的 好辣 非常好 小心會爆漿 因為是限大的 它的皮非常的厚實 我喜歡皮很厚 咬一條那個脆脆的感覺 而且它的皮 又有沾到一點肉汁的甜味 就是好吃的 那加上這豬排醬呢 如果這豬排醬有點酸酸的 因為你知道酸跟油 有時候搭配起來 會讓它吃起來不會很膩 然後很黑一口接一口一吃 可以 沒問題 你看 料多實在 滋味好 滋味好 是不是 那個是什麼 洋蔥嗎 吃吃看 應該是洋蔥喔 對 洋蔥末啦 怎麼樣 很爽快耶 有點像那個漢堡肉的感覺 口感是很綿密紮實 打著爆漿的名號 一點都不誇張 用滿滿的洋蔥和新鮮牛肉 所製成 加上濃濃的起司 咬一口真的會有在嘴裡 炸開的感覺 才能依照各自喜愛的口味 淋上醬料 那不吃牛肉的姑姑 就改吃豬肉可樂餅 這很大 這比平常看到的可樂餅還大 我想吃這種炸物 第一口是什麼 就是它外面那個炸的口感 酥脆的感覺 對 我光吃到這個外皮 是怎麼樣 我就下次還要再一點 我就被蒸補了你知道嗎 而且我剛才在裡面 聞到一個很香的味道 蔥 你有吃過可樂餅你有蔥嗎 沒有耶 超香的 真的 你看 你看它旁邊是有蔥的 三星屯男爵可樂餅 是老闆為了不吃牛的顧客 所特別研發的 一樣是酥脆的外皮 加上飽滿厚實的餡料 絕對是你除了雷彎之外的 不二選擇 另外還有博多糖氧雞 Juzy的雞肉外酥內嫩 保你一口接一口超上癮 吃了不少閒食 該這時候來個創意紅豆餅 當甜點啦 馬上動身往太平路的方向前去 晚一點來就要大拍長龍 現在來得及嗎 當然來得及 這麼早來一定有欣慰吧 而且它這個菜單非常特別 所以等一下由我 來進去為大家挑選 該為這一家吧 日式風格 是不是 原始冰淇淋起家的Eno Ice 獨門研發出創意紅豆餅 光是餅皮就有抹茶 巧克力和原味去做組合搭配 當年會有賣什麼透色口味 要到店裡才會知道 那麼KK買了什麼 大家吃得出來嗎 這應該是抹茶餅皮吧 有抹茶 廢話 抹茶餅皮 快… 我覺得白色很像乳酪 所以有乳酪 所以有乳酪 猜不出來我是揍你 我跟妳講 吃得很久 很複雜 有葡萄 葡萄 葡萄 這假的啊 萊姆葡萄 這麼有很多東西 所以這個名字叫什麼 是什麼 E 抹茶白乳酪 萊姆葡萄 有沒有名字這麼長 沒錯 這裡的紅豆餅 名字幾乎都這麼的長 代表真材實料 讓你們一口吃了都是驚奇 抹茶耶 沒有… 這有沒有點三種不一樣的餅皮 沒有 因為它剛好不小心放在旁邊沾到 這叫做PLAS 先翻開裡面給大家看一看 好猛喔 來…裡面要怎麼吃 香蕉 我們剛才吃到那個香蕉巧克力的感覺 香蕉一定要配巧克力的啊 對啊 真的絕配 所以這是香蕉巧克力 對 然後因為 它巧克力香蕉之外 因為它的餅皮也是巧克力 所以有一種加成的感覺 有比喻傳統的紅豆餅 你想不到的食材都能混合 放進紅豆餅裡 成了這裡的創意口味 從頭到尾我都沒有開過 對 現在的雞小姐 表示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雞小姐 我連我連它顏色我都不看 鮪魚 對啦 我其實吃不出來就跟白色一樣 我會吃到起司 那這個餅皮呢 餅皮就… 你喜歡這餅的味道嗎 原味啦 它不是三種嗎 抹茶巧克力原味 有點辣 有點辣 因為它是新口味 那你覺得夏天吃這個OK嗎 OK…夏天吃這個OK 牆壁邊吃邊玩得這麼開心 下次有機會到一中間 別忘了來試試看點味覺敏銳度 有沒有勝過MP 貼心提醒每天的菜單可是會更換 有時還能吃到新推出的限定口味 吃飽喝足的MP來到台中 還有一家店一定要去 Yeah 今天最後一站在逢甲夜市 就是我們每天都在想的 去年美麗寶島 竹筍滷肉飯 我會吃那個 歐比桑 對 那是大香麵線 對 超好評 真的 本店是在逢甲夜市 逢甲夜市裡面 對 在重新逢甲的美食報道中 有出現過的梁師傅讓一批念念不忘 花時間也要繞道來邀請老闆 今天再次出席 老闆不但一口答應 還要戴上新發明的菜色 是什麼菜我可以猜一下嗎 你要猜一下 對 我覺得是海鮮類 老闆想做本 因為老闆叫梁師傅 師傅 師傅是海鮮 師傅 師傅 梁師傅 吃完了 不是 不是 我要帶一個真空按摩的雞排給大家 還有雞排 按摩的雞排 什麼是真空按摩的雞排 先賣個關子 倒是MP看到想念已久的竹筍滷肉飯 和鵝仔大腸麵線 已忍不住開動了 肉的味道 不是 這去年真的吃完這個會念念不忘 因為它的這個肥瘦 肉 肥瘦都有 要抓的 那個杯子要抓的 對 對… 你現在要吃到筍子了 筍子在嘴巴裡面 實在太入骨了 沒有 對不起 對不起 可是我們 新好區不就顧著麵線了 我看到麵線 你知道我現在看到 它的鮮殼超大顆 很大顆 而且新鮮也好 這個大腸看起來就是很新鮮 這是溫體豬的 溫體豬的大腸 原產地質送了新鮮食材 加上師傅的好手藝 簡單的小吃也能變成頂級的美味 難怪讓一批斬不絕口 而老闆新研發的真空按摩雞排 剛出爐也趁熱上桌 也太大塊了吧 有沒有 它感覺很舒服 對 你看 感覺很舒服 比我的手還大塊 說真的這個雞排就是 它現在這個狀態 就是感覺是我們沒有 平常看不到的那種 因為我們平常看到雞排 不就是炸的嗎 炸的 要不然就是那種烤的 平常吃雞胸 如果 你吃不出來吃雞胸對不對 對 因為很嫩 很嫩 對 因為雞胸 對 很怕 很柴 對 它是很嫩的 很柴的形容詞 是不是 有學問 是不是 不像你 新的 這個其實新的 太好了看 夾起來在彈 你們看到 對 而且這裡有這個醬汁 然後我們剛才吃的時候 都會很特別 就多沾一下 它是給它湯汁留下來 梁師傅 你又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真的 看必吃的津津有味 也讓你流口水了嗎 不用肝丹眼 即將在暑假登場的燒嘻哩啪 一樣有美食包到 一樣有梁師傅 邊吃好吃的邊看精采演出 真的是好享受 真的 你剛才說你要看幾號的 你30號 那你可以順便來 那個舞台旁邊看我們一下 靠近舞台對不對 我現在也可以看你 Summer Summer stage MV 魔幻力量 烏鼓 Solo表演 是… 大家心情期待一下 可以一邊吃楊師傅的烏拉米粥 一邊看 我是不介意 吃了這一次烏鼓也將有 Solo的舞台演出 NPF是不是更應該去支持一下 7月29 30 31 連續三天的超氣力Party 有的聽又有的吃一次滿足 心動就要趕快心動 台中就是要這樣玩 成功 獨家發導